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亚洲投顾林鸿向 欢迎收听优质节目频道 赢家应对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今天是9月17号礼拜三 台股今天上涨61点 说了9195点 量人814亿元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台股今天大涨 尤其今天盘中一度涨了118点 今天盘中一度大涨118点 来到9252点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是礼拜三台值期结算了 对不对 好今天是礼拜三台值期结算嘛 好事后马后炮 事后我们不需要用很夸张 或很夸大的口吻去结盘了 事后马后炮 我们心平气和去回想24小时 之前市场怎样告诉大家的 好在过去两天台股呈现一个量能 急速作为说600多亿的量能 好外资也卖超 外资也不空单 在24小时之前 大家告诉你这个盘 它会压低结算 好没错嘛 市场比较偏空了 虽然我们从9500点 跌下来 我们请大家跑 虽然我们从9500点跌下来 我们有适度的去做卷空 但是各位亲爱的投票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告诉你这个盘我看的很悲观吗 我说我没有吗 我说虽然现在市场的言论一面倒向 认为这是一个M头的右肩会形成摆动法则 我说我没有吗 我说我看多吗 以我们现在解盘时间点 我仍然是看多 以昨天24小时之前 我的解盘仍然是看多 并没有有多翻空 只是台股短线做拉回 所以我适度的去做卷空而已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今天盘中一度大涨将近118点 我知道今天盘中大涨的时候 很多人会看空的老师 假设他之前看空 今天应该是空单回谱之后全面做多 好 那如果之前套佬的 他今天应该也会在节目告诉你 他的股票支持涨天板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你知道我今天有什么动作吗 24小时跟24小时之后 我的态度事实上没差多少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今天我盘中没有任何的动作 也就是说今天的 今天盘中上下震荡很剧烈 今天盘中一度涨了118点 我今天买卖空补 四个点而已 买卖空补 我今天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老师 你今天如果最空的人应该是 反弹起来又空 有两个动作 假设你今天看空有两个 如果你今天看空 要嘛就是你空单 补掉之后反手做多 或者你今天反弹起来又架空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做多的人 他可能今天反弹起来 稍微减码或停损一下 因为之前套佬 或者又加码买进 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对大多数人的操作应该是 你会买卖空补点 是个动作 你应该会去做 某一方向的动作嘛 可以接受嘛 好 今天从早上9点开盘到下 1点半 我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也就是今天买卖空补点 我都没有做任何动作 我今天就是 隔山 关 骨 斗 老师 爱这样 你为什么今天隔山关虎斗呢 好 这就是 我跟坊间大多数分析师不太一样的地方了 好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我们来分享某些概念 好不好 投票 今天盘中如果没有12点半之后的砂尾盘 你会觉得今天应该气势如虹 没错嘛 好 如果没有今天12点半之后砂尾盘 你会觉得今天哇台股要反转了啊 哇大涨100多点啊 哇股票红通通的 但是今天突然12点半之后开始砂尾盘 你会觉得哇外资会压低结算啊 哇快要猪羊变色啊 哇留那么长的上一线啊 哇 不是吗 好 好 那各位签头票 那我一直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概念 操作股票 如果你的情绪会因为大盘的涨或跌 而影响你应该要既有的tempo或步骤 那说实在话啦 你永远永远永远就是 你不可能成为先知先觉啦 你永远永远永远 你就是被市场去引导你的情绪啦 就是这样子啦 好不好 好 各位亲爱的投票 今天台股为什么开盘 开高大概是三四十点 好 为什么今天台股开高三四十点 因为昨天美股涨 道琼涨了将近100点 道琼创进行的新高 那是打涨呢 我看一下 那是打涨只涨33点 好 好像 好 那投票 为什么美股涨 昨天我记得我要睡觉之前 美股大概在平盘啊 为什么早上起床 美股大涨将近 100点 道琼涨100点 那是打涨33点 因为市场传出来 中国大陆的央行 中国大陆央行 就是他的人民银行啊 这是今天的 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 他说大陆放钱 大陆啊 中国大陆放钱 美股大涨 人行对于 人行就是他的 他的所谓的人民银行啊 就是他中国大陆的央行 人行对五大行支柱 2.5兆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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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 它就是放钱 让钱跑出来 所以造成昨天美股的大涨 好 如果这么大的一个利多 基本上对于中国大陆股市 应该是一个大利多 没错 你连美国都涨了 远在几千里公里外的美国股市都大涨了 那应该对于上海A股 应该会大涨 不是吗 今天上海A股涨0.49% 台股今天涨0.68% 哎呀 对啊 他们的人民银行 他们的央行把钱放出来五千亿 相当2.5兆台币 为什么中国大陆上海A股 只有涨0.49个百分点 那我们隔一个台湾海峡 台湾今天涨0.68的百分点 好 我今天 今天是要去跟大家去分享 我自己的看法 好 今天为什么隔三观五斗 好 说真的 如果今天他收一个中长红棒 假设 假设今天收盘并不是刚才我讲的 留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如果今天是一个收一个中长红 假设 今天收一个中长红 你问我今天正跟K棒 有没有反转有没有反转的味道 不要说反转啊 短线止跌讯号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 条外出 如果今天不是留很长的上影线 就是一个长红棒 就是说在今天的最高点 9252点 你问我 今天这根K棒有没有短线拉回 止跌打第一只脚的讯号 我可以告诉你有 这事实 好 但是 4万盘你知道 没有吗 没有吗 留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上影线蛮长的 所以 我的看法 我还是维持24小时 我的看法 24小时之前 我们告诉大家 我们说台股本坡 做 拉回 拉回 只是短线拉回 它并不是 有多翻空 我不会因为 昨天跟前天两天的量人 作为说 告诉你 这行程 M头的右肩 今天不会有人告诉你 M头的右肩 今天下午1点半到晚上12点 你只会听到很多人 告诉你 他的股票 这只涨停板 我是不会那么夸张 我也不会那么 这么离谱 我依照我应该要 既有的tempo 去做操作就好了 所以 以我们现在解盘的时间点 请你仔细的听 今天这根K棒 有很长的上影线 所以今天这根K棒 它是一个 实质的 有压力 没错 它表示 它上面有压力 对不对 好 所以 如果能够站上 今天高点 9252点 代表 它把压力化解了 如果它没办法 把今天的高点 把它站上去 原则上 我个人认为台股 还是 短线做拉回 也许拉回幅度 不是说很深 但是这边 我并 应该是说 跟24小时的看法 差不多 这边 我有做多 我有做空 但是原则上 还是请大家 适度的 办理 融资卷 如果大盘 这边 反弹上去 说真的 空间不是很大 说实在话 空间 空间不是很大 好 所以大盘 并没有什么 特别去 做叮嚀的 好不好 只是说 我想跟大家 去分享一个概念 昨天我们跟大家 去聊几个议题 就是不管是 近期台股的变数 台子期结算 今天结算 好 那市场目前 在期待美国 FOMC 他对升息货 维持固定利率的看法 苏格兰公投 会不会成功 苏格兰公投 会不会成功 这个我们昨天讲过 如果你连台北市选举 你都没办法去猜出来 如果你连台北市选举 我们土生土长的 台湾地区 台北市选举 你都不晓得 连胜文会当选 还是 克文哲会当选 你去告诉我 几千万公里之外的 苏格兰公投 会不会成功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好 那19号是美国的事务日 就是他的 期货选择权 个股这些的一个结算日 那对于美股的影响会如何 我觉得影响太多了 道雄昨天已经创新高了 对啊 道雄昨天已经创新高 你告诉我事务日会如何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中国人民银行 他只把钱放出来 美国又涨100点了 那你去跟我分析 事务日会如何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吗 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而已吗 所以 我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中国大陆目前 他 要把钱放出来去刺激 他的经济 那原则上啊 上海A股如果越来越火热啊 那 那对于未来的保护生 对于未来的护港通 护港通的一个 10月份的一个应该是说 上海交易所跟香港交易所的合作 那我个人觉得对于这方面 就是外资机构透过香港而进军到上海A股 那会更加的活弱吗 所以原则上来讲的话 你看这一波0061保护生 基本上他为什么这么强劲 一定有他的道理 虽然他今天保护生 今天试图的做拉回 但是我觉得他并目前并没有去改变 他长线的一个趋势的看法 这个来讲的话 你要去操作保护生 原则上你只要去看上海A股就可以了 你去看上海A股目前是火热的 还是暖趴趴的 如果上海A股目前他是一个很火热 那原则上 原则上那对于保护生 他就是一个利多了 那除非你觉得上海A股目前已经失控了 亮滚亮之后做失控 那有可能性吗 那如果上海A股他还没亮滚亮做失控的话 原则上 我觉得这个跨时代的议题 跨时代变更应该会在 10月之前 应该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热门的新闻 好不好 这是我的看法 好 打个岔 昨天跟前天大盘的量能是600多亿 市场告诉你这个是要做 窒息量 人气退场 兵败如山倒 今天为什么涨60几点 盘中涨128点 对啊 昨天24小时之前市场不是告诉你这叫窒息量吗 人气退场 兵败如山倒 今天会压低结算吗 我们先撇开会不会压低结算啊 大家不是告诉你人气退场吗 兵败如山倒吗 为什么今天盘中涨了118点呢 所以坊间的恋爱关系跟你所想的恋爱关系一样吗 应该不太一样嘛 没错嘛 应该不太一样嘛 好 除了这个之外 目前我的看法 说实在话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以目前台股的你要把量能拱起来啊 说实在话还是在iPhone6了 好 iPhone6他这个应该是说他为什么要近期表现没那么好 是因为他之前反映消息面 那等到iPhone6公布了嘛 所以他目前会去看他的预估的销售量如何吗 有空的话我请大家去看去年的红海的 红海2317红海 有空真的请大家去看去年的2317红海 他的走势是如何 去年红海在9月的时候 他那时候除全息之后 他开低 开低之后后来 不是开低啊 出现起股价本来就会股价拉低的嘛 他在七几块之后整理将近两三个月 因为那时候市场也认为5S卖的不好 整理两三个月之后 诶真的 大家觉得5S跟5C卖的没有想象中来的差 结果呢 红海从七几几涨到这一波的113 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就过去的经验值 在Apple刚发表 红海他会适度的去做整理 因为之前涨是反应消息面的利多 那整理是因为他去看市场对预购订单多还是少 对他已经说刺激是超预期还是小预期 如果超预期 他未来股价会去做反应 所以近期 Apple相关概念股 我认为他只是一个短多的一个利多出境 不代表整个利多完全出境 这个有点差别哦 现在只是反映消息面的一个 我刚推出来啊 你总是要让我测试一下市场水温啊 那测试市场水温 因为他有分所谓的第一波热卖的国家 第二波热卖的国家 跟第三波热卖的国家嘛 所以我从第一波热卖的国家销售情况如何 我大概就可以去推我第二波跟第三波热卖国家是如何嘛 所以近期Apple的相关供应链概念股进入做整理 他只是在反映反映什么 消息面的利多出境嘛 他并还没反映实质面的一个营收的成长的情况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大盘 我们还没去看空的理由 也就是说目前大盘我是认为他短线拉回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主要除了是Apple相关供应链之外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在28的金融类股 那大盘前几天 应该说是这几天啊 尤其今天很明显 大盘今天涨0.67% 金融类股今天只涨0.32% 电子类股今天涨1.07% 所以今天电子类股事实上涨幅算是蛮大的 反而金融类股 金融类股 涨0.32% 事实上是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期 就是这样子 那时间关系我们进广告 电话02-2570-5657 大盘今天这个NK棒有点可惜 他并没有收长红棒 如果收长红棒他就短线做止跌并没有 所以台股原则上我们 依照我们既定的TEMPO去告诉大家 他短线会做拉回 但是短线拉回并不是有多翻空 并不是有多翻空 所以这边的操作你应该适度的去做 卷空适度 适度的去做卷空 可以让你的看似型的角度不太一样 好不好 那如果你想寻找一个多空双向灵活操作 我令红相 绝对是你投资路上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那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再度回到优质节目的现场 我是亚洲投顾令红相 下半段大概剩下六分多钟 我们想跟大家去聊一下一些个股 我们的看法 今天市场的焦点应该是在中国移动 想要到台湾跟台湾的这些4G的厂商做合作 那我的看法 这个应该只是一个短线的一个体材而已 投资朋友你不用去太在乎 那反的是 我现在的焦点应该是摆在这一次iPhone6 他推出来的电子钱包的功能 所以NFC 这一块我希望投资朋友你可以去留意 NFC这一块应该是去留意 也就是近距离的传输 不管是NFC或者是蓝牙晶片这一块 蓝牙晶片这一块 应该都是未来市场的主流 你说物联网这些东西 或者你说电子钱包这些东西 他需要极短线的一个传输功能 应该是未来的主流 那也许也许他近期股价会做拉回 但是这个是一个长线的趋势啊 所以原则上我希望大家对长线趋势的个股 应该是比较偏向你应该去留意的东西啊 自己说他会随着时间的淡忘季而做一个循环 多空cycle的一个循环这些个股 原则上就请大家不要去做太多的琢磨了 什么叫做多忘记多空循环呢 例如像NB好了 像今天来讲的话 NB之前降尖大盘涨蛮多的 但是我们看一下台湾50跟中型100 台湾50跟中型100今天跌幅 尤其中型100好了 中型100今天跌幅比较深 我们的第一档个股是封星 第二档个股是尾创 3231的尾创 那大盘间涨了110多点哦 缩盘涨了61点 好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告诉大家 我们说NB需求返校已经结束 该乱落 好 尾创之前是NB的代表性龙头个股 好 那尾创在8月十几号的时候 8月27号曾经留很长上影线 我们告诉大家那边有压力 后来尾创就开始慢慢的做盘跌下来 这段时间你可以去看 例如像2324的人保 2324的人保 2382的广达 2353的红金 或者2357的滑硕 只要是近期跟NB有关系的这些 各股市场 近期股价都做拉回 好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直接告诉大家好了 除了NB需求返校 开学了 体材高一段 段落之外 它隐含的 就是目前市场大盘 目前没有成交量 因为没有成交量 所以它没办法让整个体材 拱得比较久 就市场它目前就打带跑 一套资金而已 它没办法支持所有的类股 例如说金融股 银件类股 神机类股 观光类股 iPhone6 或者Tesla电动车 或者太阳能概念股 或LED概念股 因为大盘资金只有一套而已 它没办法 一条外出 它没办法支持这么多的族群 跟个股 一起 一起共产 所以 这些族群跟个股 通常都是打带跑 因为打带跑 所以它来得急 也来得快 好 那这就牵扯到 你要不要去做 所谓的操作 好 那我给各位的建议是 原则上 我希望大家不要去操作 老师 不是打带跑吗 那我应该要操作的比较 快一点点 这是一般人 的迷思 一般人觉得就是 我进股市 我就是要 买强势股 我进股市里面 我就是要 赶快获利 我进股市里面 我就是要追高 追高追涨 投票 这个概念 如果 你再不改 说真的 在这种目前的盘整盘 你这种操作方式 应该会让你 很辛苦 好 我只能这样讲 如果你不更改 你的操作策略 而你的操作策略 还是 用过去的方式 就是 嘿 我要追强势股来讲的话 那原则上你会很辛苦 刚才我已经告诉大家 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算是比较偏向在 盘整盘 那在盘整盘的过程中 你用这种追强势股的方式 你会很辛苦 因为资金只有一套 因为资金只有一套 所以你不太可能 买低卖高 也许 你会说 几涨几跌反向交错 也许 你会说 买黑不买红 但是搁起来投票 很难 真的很难 如果你真的没办法去克服 你的人性的 这些的应该是说 呃 贪婪或恐惧 的话 那我还是建议大家 请你 尽量不要去碰 如果你没办法 你没办法去克服 这些人性的贪婪跟恐惧 那你何必在盘整盘的时候 让自己去追 至今只有一套 至今他可能打带跑呢 你要是获利啊 你要的不是去帮人家供股票 好 希望你听得进去啊 好不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进广告 电话 02 2570 5657 大盘今天这根K棒 留有很长的上影线 所以今天的K棒 高点 它是一个压力点 哦 如果今天能够站上去 那就完美无缺了 但是今天并没有 所以对大盘 我的看法 还是一样 跟过去差不多 哦 台股尚未有多翻空 尚未有多翻空 所以请您不要看太空 好 那台股仍然目前短向做拉回的看法 并没有做改变 所以我们还是请大家办理农之券 好不好 適度的做卷空 如果你想找一个多空双向操作 如果你想找一个专业诚信负责团队 我李虹象绝对是你投资路上 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就祝你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拜拜